为什么让大家去皈依 为什么让大家去找一个肉身的师父 实际上在中国他叫师父 这个父是父亲的父 师父这个字念起来有两个念法 一个就是师父 师父就是什么 你去外面修习的那个也叫师父 修鞋匠叫修鞋的师父 修自行车的叫修自行车的师父 这种是守艺人的称呼 这在中国古代是守艺人 他只要是有守艺的 炒菜的师父 兵鞋的师父 修自行车的师父 这种是对守艺人的通畅 我们对出家僧人也叫出家师父 出家师父这个称呼也是守艺人 他为什么可以守艺人呢 他是帮人超度的 帮人超度的会这些念经 会念字帮人超度 所以叫师父这个说法 但是当你把这个父 换成父亲的父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这个师父是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你跟他学一辈子 为什么你叫师父 因为他比你的父亲更重要 为什么比你的父亲更重要 你的父亲这辈子只不过给了你一个肉身 你的师父要带着你永生解脱 就是不再六道轮回 所以他比父亲更重要的一个尊称 叫师父 那这个师父在我们汉地叫师父 在西藏叫上师 这下你们就懂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你做三规五戒 扣了个头叫了一个师父 这么一个名词 而是要跟他学一生成就的方法 他通过自己的修炼 一步步实证实证实的 然后把所有的方法实践过了一遍 已经明明白白了 所以这种叫师父 在我们汉地叫师父 在西藏叫上师